马里乌布尔钢铁厂又传来爆炸声,乌克兰方面称,俄军又对钢铁厂发动了空袭,俄罗斯方面没有回应,据我推测,应该是地下通道内的亚苏营。 直到俄军为而不公,想出来透透气,回到了地面上,就让俄军斩继来了一个大轰炸,原以为俄军会把通道口封死,不让亚苏营出来。 可是人家俄军这一手更厉害,就是把地道口敞开,引诱你出来,赶出来救炸,这真的让绝望。 地道里的人绝望,不断地求救,外面的人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据称俄军不但没有堵住通道口。 每天还设置了静默时间,想投降的可以出来投降,不是为而不公吗? 怎么又炸了?俄罗斯没有回应,为还是炸,俄军看着办说了算,别人管不着。 美国不承认马里乌波尔陷落,说是虚假消息,乌军还控制着马里乌波尔,俄军战机轰炸是美国的回应,这里是俄罗斯控制着,想为就为,想炸就炸。 这几天一些势力都来电话营救钢铁厂的乌军,俄军的轰炸就是告诉他们,死刑吧,亚素银不投降就是死,两千多名亚素银和雇佣兵就成了俄罗斯的大筹码。 所以欧洲各国开始释放善意,但是谁也想不到西方制裁的缺口是从英国打开的。 约翰逊说,俄罗斯的胜利是确定的,但可能需要打一年。 接着宣布从5月1日起开始,用卢布支付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款项。 俄罗斯在马里乌伯尔抓住两名英国士兵,提出用这两名英国士兵交换乌克兰抓捕的反东派领袖梅德威丘克。 约翰逊不同意,说这两个人不是英国士兵,他不管。 俄罗斯就让这两名英国兵去找英国媒体,让他们呼吁交换营救,搞得约翰逊很狼狈。 俄罗斯还在调查20名英国空军特勤团的破坏专家,在乌克兰的活动的情况。 证明英国军队参与了乌克兰战争,那么刚刚发射的撒旦二核导弹。 第一个目标就可能是英国,英国就不存在了。 不打撒旦二核导弹,用匕首把维多利亚航母给打了。 就让英国无法承受。 乌克兰已经开了导弹,打莫斯科巡洋舰的先例。 俄罗斯当然可以打到参战过的航母。 今天美国副国务卿纳兰威胁俄罗斯,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,将遭到不可承受的打击。 其实,国在威胁俄罗斯的时候,首先要想清楚能不能承受俄罗斯核打击的代价。 因此英国就赶紧把头缩回去。 向俄罗斯求饶示好,第一个打破了对俄罗斯的制裁。 俄罗斯夸奖英国约翰逊务实。 英国取消了制裁,欧盟也就没有了机会。 美国再也不能向欧盟施压。 欧盟当即宣布用卢布支付购买俄石油天然气的款项。 美国还拦得住吗? 也不得不承认欧盟现阶段还要购买俄石油天然气。 那么日韩用卢布购买俄石油天然气,也就没有了阻碍。 美国再逼印度不准购买俄石油天然气,也就没了理由。 这说明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宣告失败。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,主要是三个方面。 一是将俄罗斯提出随肯国际支付系统,这是金融制裁。 二是禁止全世界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,这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。 三是冻结俄罗斯资产和黄金。 但是西方国家用卢布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,美国的前两项制裁破产了不但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,还绕过了随肯国际支付系统。 对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,俄罗斯已经启动法律程度,一定要讨要回来。 所以俄军战绩轰炸钢铁厂亚苏银,是送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见面里。 他表示要访问莫斯克和基辅,调停两国战争。 这确实是他的职责。 但俄罗斯拒绝了,说他不真诚,批评他站在美国一边拉天下。 联合国做了不少不利于俄罗斯的事情。 今天看到的消息,古特雷斯访问莫斯克已经确定,还能会见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。 同时联合国发了一条声明,没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在特别行动中有违反人道主义的问题。 联合国认错,这才获准访问莫斯克。 你来了,当然就可以谈谈美国生化实验室。 谈谈乌克兰一平民坐肉顿,谈谈乌克兰在顿巴斯的人道主义罪行。 谈美国操纵的一票否决权问题。 乌克兰有点惨,提出无条件谈判。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迅速做出回应, 飘忽不定的乌克兰政权不具有存在意义。 飘忽不定的乌克兰政府,不具有政治价值, 乌克兰将葬送于自己的飘忽不定,放下武器,放弃做梦。 俄罗斯不接受缓兵,只接受第五十七天之后的每一个战斗, 俄罗斯第一次宣布第二阶段的行动任务, 演唱会要打下乌东,还要打下乌南。 有人说乌克兰南部的沿海城市奥德萨, 同样建有地下攻势,比玛利乌伯尔更难打。 今天看到的消息,俄军持续轰炸奥德萨的游扣等设施。 如果从地面上包围奥德萨,南面黑海已经被俄军控制, 一滴油也进不去,就切断了电力、通讯等设施。 没有油、汽车、坦克都开不动,没有电,等于成了一座死城。 再断了食品、粮食供应,奥德萨就不攻自破。 奥德萨也是为而不攻。 乌军可能来救,或者向外冲,那就在城外将棋歼灭。 我之前说过,乌东地区的地形和后勤运输,都是有利于俄军的。 俄军有机会一吐前面打相战的憋屈, 必用装甲优势把面子挣回来。 但再能打你也只是集中在乌东意愿。 哪怕拿下乌东,打通南方阻碍,串联起顿巴斯和克里米亚,将乌克兰彻底封锁在内陆。 那也只是在乌克兰的有限空间内发威,所以现在美欧阵营又不着急了。 现在最能说实的是普京自开战,就高高挂起的核武牌。 不过核威慑是压相抵的手段,对标的是北约,尤其是美国是否越线。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很清醒,开战后一直在不厌其烦地重申, 不会亲自下场参战,一方面是在给俄罗斯吃顶性丸, 保证自己不会和毛子兄弟直接冲突,鼓励毛子兄弟大胆地打下去。 另一方面也是在管控冲突,保证干预不超过某个引发核战的限度。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,真的把战争烈度无限拉高,怕不怕俄罗斯抱起抱负? 应该说以前是怕的。 但这些猎狗一旦发现俄熊步子的虚弱,这种威慑的基础就已经动摇了。 对于俄罗斯来说,打得一拳开,才能免得百拳来。 如果这当头一拳打不开,就要做好扛住后面百拳千拳的准备了。 在反俄阵营放下对俄罗斯的戒备之后, 这场战事就在按照美国的需要重新整合,最大限度的调整俄乌优势对比。 让乌克兰送死的意志,能力,决心一样不缺。 首先是在政治上彻底孤立俄罗斯,力称乌克兰。 彻底孤立了俄罗斯之后,下一步就是拉抬乌克兰,给乌克兰人打鸡血了。 最后乌克兰的对抗意志和能力都有了,西方后援团也是铁板一块了。 接下来就是保证俄乌和谈不成,战争不会熄火。 谈不下去的同时,还要刺激俄罗斯下痕手打。 怎么刺激呢? 一是北约继续扩。 北约秘书长称,北约将强化东义的防御力量。 而且照他的意思,北约东义各国要从防御状态转向更主动的威慑状态,赤裸裸地威胁俄罗斯。 美国参联会议主席米比也说,北约会在波兰、波罗的海三国设立永久基地,通过轮换部队的方式,实现永久军事驻扎。 这个计划很受东义国家欢迎。 比如立陶宛、东线之外,北欧的瑞典、芬兰最表态要加入北约。 这必然又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,本来就敏感的安全神经。 二是让俄罗斯军方无法罢手。 莫斯科号被乌克兰的海王星导弹赶沉了。 据说是因为有一个秘密的北约情报小组正在奥德萨,通过追踪黑海航行的俄舰,引导乌克兰方面进行攻击。 而且事发前数小时,美国刚刚宣布要扩大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,时间是不是很巧。 此外更让普京不敢松懈的是,美国已经开始在红线边缘疯狂试探了。 美国空军两架B-52H战略核轰炸机,飞到乌克兰邻国罗马尼亚上空转了一圈。 这明显是美国对普京开启核威慑的反制。 停战刚见曙光,美国就动用核弹威胁。 停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